在外打工十多年 今年三十多岁了 还是一只可爱的单身狗 爸妈一直都很挂心 大年二十六那天晚上 我趴在桌上打盹 微信响了起来 是老爸的信息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刚想回复 可又马上撤回 什么叫你们 我在家里可是独生子女 难道老爸背着老妈 在外面还有一个私生子 正当我胡思乱想之时 老爸又发来一段语音 别装糊涂 我说的是你和你那小女朋友 原来说的是她 那个女朋友其实上个月 已经和我分了 原因是她喜欢小鲜肉 而不是我这样的大叔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我当初追她的时候 每天西装领带 大皮鞋那个赠量 帅哭小鲜肉 不过时间一长 我就受不了了 因为西装束缚了 我狂野的灵魂 好吧 其实我是卖烧烤的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晚上 我守着我的烧烤摊 西装领带蹲马路牙子 刷洗盘子 上来俩人直接把我嘴巴捂住 拖着我就要走 旁边一位正在撸串的哥们 发现我被人绑架 二话不说就冲了过来 推着我的烧烤摊就跑 我心头在滴血 回头看绑架我的人 不正是我的死党 冠西和德华吗 这俩货看着我的车子 被人骑走 呸了一口 狗老板 幸亏你跑得快 不然我哥仨揍死你 我特么心太崩了 我才是老板 接着这俩货又对我嘘寒问暖 哥 你这人模狗样的穿西装 没想到还吃霸王餐 这下被老板抓了 刷盘子抵债了吧 要不是我俩及时出现 咦 你怎么哭了 没错 要不是你俩及时出现 我的烧烤摊也不会被人偷走 要不是咱哥仨是老铁 我都怀疑你们和那个偷车的家伙 是一伙的 算了 吃一欠 长一智 从那以后 我再也不穿西装 卖烧烤了 就因为这个原因 前任跟我分手了 我还在回忆 老爸接着发来语音 你也老大不小了 赶快带你友回家 今年就结婚 你奶奶还等着抱孙子呢 等一下 我奶奶急着抱孙子 那我特么是个啥 前女友是不可能带回家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带回家的 我跟老爸如实相告 我跟女友已经分手了 但是我桃花运好 又交了一个新女友 为了让老爸相信 我从网上找了一个 著名节目主持人的图片 和自己的照片 屁在一块 发给老爸 诺 你看 未来儿媳妇多好看啊 老爸说 好看的得儿 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是董青 我每年春晚都能看到他 真当我傻 我没想到这样 天衣无缝的计划 居然被老爸一眼就识破了 父母那关必须过去 于是第二天 我就在网上 租了一个女友回家 爸妈一看见我领回来 这么清秀水灵的女孩 高兴坏了 就这样平安无事的 挨到了正月初五 那天表哥带着未来表嫂 来家里拜年 我和表叔 老爸 表哥四人打牌 女友和未来表嫂 在房间里闲聊 突然女友提高嗓门 对着未来表嫂说道 都是租的 凭什么你一天三百 我才八十 你妈 原来表嫂也是租来的 本来我和表哥商量着正月初八出门的 可是一直到了清明节 我们哥俩还半死不活的躺在床上